中国威信论从什么时候开始?98年以后 就是因为中国成功的应对了东亚金融风暴 不仅中国成功应对了 还在97年7月1号收回香港之后 中国以自己的外汇储备去撑香港的金融市场 你说索罗斯为什么恨中国 不是因为他是匈牙利人 他遭遇过什么社会主义的迫害等等 而是因为他当时打遍东亚无敌手 唯独败在一个小小的香港弹丸之地 他能受得到这种歧视大乳吗? 大金融资本就金融大鳄 哪都吃的咔嚓咔嚓都吃掉了 就吃了香港的时候 一下啃了一块钢铁 后边大陆说 我的全部外汇储备 是你香港应对金融冲击的后盾 结果打败了 从那就知道了 闹了半天 中国大陆这个体制 如果纯粹以经济手段来打 你是功不克打不烂 这就是中国威胁论的由来 应该说早在90年代 当你成功阻击东亚金融风暴 并且稳稳的站在这个世界金融资本的 这个舞台上的时候 你就已经等于你加入了 资本主义升级到金融资本阶段的 这个竞争 而且在竞争中出战告捷 到哪里 我们回来了 谢谢观看